小金星啊 你知不知道男人在火星上來的? 女人是在金星上來的 所以BB 你就是火星人和金星人 創造出來的小金星啊 小金星 小金星 你降落地球這麼久 你知道你降落地球的目的沒有? 你這一生人在這個地球那裡 你要創造些什麼? 你要體現些什麼? 不如就等你火星爸爸和金星媽媽 和你一起去創造一個 溫兵和諧有害的世界好不好? 小金星啊? 你有沒有見過大象? 大象小時候那些就叫做西象 小小小小 原來以前的人呢 就養小小的時候呢 小小的時候呢 用鐵鏈呢 就綁住那個小小的腳 那時候的小象很小 當然是拔不斷那條鐵鏈 初初的時候小時候拔一下拔一下 就拔不到了 那就算了 慢慢到那隻長大了 長大的時候 就算那條鐵鏈很小 很幼的 那隻長大象 都不會去 嘗試去拔斷那個鐵鏈 小金星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在那隻長的心目中 它永遠都不會拔斷鐵鏈 那條不是鐵鏈的 嘻嘻 嘻嘻 那個就是那隻長的 那個框 嗯 小金星 對於你說 今時今日 你的框是什麼 會不會是 你的寶寶床呢 會不會是拉瓶呢 會不會是拉瓶呢 會不會是拉拉呢 對於你來說 什麼叫做 跳出框框呢 對於你 對於你長大了 你沒有想過 你會有什麼 框框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會有什麼 框框呢 你有沒有想過 你太小 你太小學歷 你是一個女人 不可以做一些事 又或者你是男人 不可以做一些事 又或者你是男人 又或者 你沒有足夠的錢 又或者 你沒有足夠的時間 你看 哪一樣東西是 小金星 你將來的框呢 你有沒有想過 怎樣可以跳出你的框呢 其實 跳出的框框 就是 真的 認清楚 你現在 發生什麼事 然後 看看有什麼 新的可能性 這個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你想要的 你有沒有一些 新的事 想做 玩大它 小金星 當然啦 玩大了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犯錯機會 但是 你知道 你每次犯錯 都是你學習的機會 亦都 真的 很多人都是從這個 錯誤中去學習 只要 你可以 你看清楚 你要 付什麼 責任 你要 負責任 你要 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很想要的 如果真的 這件事 你真的很想要的時候 是你的目標的話 它的聲音 就創造 然後 你又覺得 怎麼看呢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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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啦,是否真的可以突破到,有時候可能都是因為很多天時地利人和,也都可能真的要看看你自己有多少斤兩, 但是,這條路是怎樣走的,真是你自己才知道啦,小金星,作為你爸爸,我也是支持你啦,也真的想你在一個安全,有成長的地方一直這樣絕狀啦 小金星,你知不知道8月15日是中國人的中秋,中秋對於小朋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節日,為甚麼? 因為可以玩燈籠啦,玩燈籠即是可以玩蠟燭啦,蠟燭即是可以玩火喔 以前呢,這日子呢,就真是每逢這個,每逢這個中秋呢,就有很多那些燈籠啦,那些燈籠就不是現在的燈籠,用膠,用西里光的時候,不是用電那些燈籠來的,以前呢就用蠟燭的,蠟燭呢,其實都不是玩燈籠的,通常是玩火啦, 因為呢,那些蠟燭呢,很好玩的,小金星,當日你大了,你就知道的,因為呢,那些蠟的容點呢,就很低的,那當那些火燒了它的時候呢,你可以滴蠟啦,滴蠟呢,是一邊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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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那些蠟燭搭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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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 跟蠟發生爆殼反應 因為蠟的水的溶染比較高 會變得很濕 往往會令火升到很高 小金星人說玩火很危險 所以你別人的時候會不會玩火 但是我絕對相信你一定會被火玩會辣傷 最重要是不要辣傷 就這麼危險 你遲早一定會知道會痛 我知道你一定會有火的 但是不要麻煩了 小小火的就算了 那時候 讀時才算 講開玩火 小金星人知不知道你爸爸最小的時候 都很喜歡玩的 最初最有紀錄一次 就有一次你爸爸做一次過實驗 就研究一下 那些火會不會在低溫的地方發生氣化 令到那些物件燃燒 那麼那時候就在你爸爸的家裡 那個雪櫃那裡 那個冰箱那裡 就會燃燒 因為在你爸爸的心中 那時候覺得 沒理由這個物件 會在這個 在這個低溫 高溫 低溫的時候 很容易就可以燃燒 但是 好想不想那些 雪櫃裡面的那些物質 是一些 塑膠 原來 就算是它低溫 又好 又是有這個濕度的時候 然後呢 竟然它還會突然這個 燃燒的效應 那結果終於呢 就令到那個雪櫃那些 那些膠呢 就 形成了很多這個 不重要的化現法 就 就 從原本有白色呢 就轉了做黑色 還有一些啡色 因為呢 那個燃燒的時候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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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積 表面面積 不均勻 所以引致到呢 那個 突在這個表面呢 就不能夠呢 是 可以一致的那樣 一個顏色 所以呢 跟著呢 就被你媽媽呢 打到飛起啦 跟著還趕到出街啦 那 嗯 你爸爸 都不是那些 給你倆鐵閘的那些 那些 但是 以後就 當然是不給你爸爸再玩過啦 但是呢 其實呢 幾十年呢 你爸爸都很想去玩過啦 那 最重要 要 知道自己玩了些什麼啦 玩得開心啦 又 安全啦 那 又 未必一件 不是一件壞事來的 知道有沒有傷害過日啦 其實都很玩的 特別你去 去 露營啦 或者 住飯店 其實都是 玩 我 的一種啦 到你大的時候 你去避免的地方 好 小金星 不要聽你爸爸說啦 千萬不要玩火呀 知道嗎 很危險的 媽媽一定會保護你的 知道嗎 他 他 看來 大哥都沒有玩火呀 不要啦 記住啦 小金星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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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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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勇敢 有 有金星 是 我的肌肉很濕 有多勇敢 有多勇敢 有